詞曲 寶貝 李宗盛 華晗 李宗盛 好 那我們再進一步的思考 如果我把那個磁場電流調到 很大很大很大 讓這個項角是 90度 可以 讓這個功率角度90度 功率角度90度是什麼意思 這個馬達 它的表現是像什麼 像什麼 當然一個前提 這個馬達最好空宅 因為90度就沒有功率了 我們讓馬達空宅 然後調這個 這個EA讓它相位角幾乎是90度 有機會吧 至少沒有90度可以很接近90度吧 什麼東西 它的相位角 接近是90度 電什麼 電容 這就很有趣了 我居然可以把一個馬達 讓它的表現像是什麼 電容 電容 了解 而且這個電容可以是一個很大的電容 一般我們這個 這個 一般我們的電容就是要 就像電池一樣對不對 越大的電容它體積就越什麼 大 對不對 那這邊我有機會可以用 用一個很小的東西做出一個電容的效應 然後呢 透過磁場電流它可以產生出類似電容的效應 這種電容叫同步電容器 你變成用馬達來當作電容 很神奇喔 所以這部分是我們接下來要講的一些 的一些基本觀念 那我們接下來回到投影片 這部分都懂喔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講這些東西 還有 對我剛剛忘了講 為什麼我們會需要電容 如果一個工廠裡面 這個這個 用了這什麼感應馬達 同步這個還有這個 直流馬達 功率角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什麼 落後對不對 如果功率角有什麼 落後太多 有什麼缺點 誰會不高興 一定會不高興 對不對 因為它傳送的損失會變大 對不對 所以都是做後的 如果 台電說 你要把它補償回來 我就要加什麼 電容 用電容來提供虛功率 給你的這些線圈 可以嗎 那可是那一馬達那麼大 你要能夠把功率角矯正回來 你的電容一定要怎麼樣 很大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邊有這種東西 就可以不用很大 我只要有一個轉得很快的 什麼 什麼機 同步機 同步馬達 就可以當做電容 可以 所以同步馬達還可以用來做 功率因子的補償 因為它能夠提供虛功率 好 我們回到 投影片來 奇怪 這個字型怎麼會 不買 好 這個 這個字型亂掉了 這個 可能作業系統的關係 沒關係 不過這個項圖基本上就是我剛剛講的 輸入電壓固定 原來的向電流是IA 我們項圖是EA加上IA乘以JXS 同步電抗等於這個電壓 有沒有問題 如果負載增加或是功率增加的話 EA的長度不變 對不對 所以EA會沿著這個原來的長度做半徑 然後原點當原心 往下擺動 然後讓這一段垂直的投影增加 這時候這個電流就會轉下來 而且電流的長度還會變什麼 變長 因為它的投影要變大 所以功率實際的增加 那EA就持續的旋轉 讓它的Delta變大 所以負載增加 電流的長度會怎麼樣 增加 然後功率角會越來越落後 有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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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可以這樣講 我看 你覺得聽一聽我這樣講對不對 同步馬達如果負載很大的時候 它的功率角應該是落後的 或是有落後的趨勢 對不對 對喔 同意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208伏 45匹馬力 0.8 leading Delta連接 60Hz 同步電抗 2.5歐姆 忽略電阻的同步馬達 那摩擦跟風阻的損失是1.5千瓦 那鐵損是1千瓦 那這個 假設它一剛開始 是提供15匹馬力的負載 那功率因子是0.8領先 那第一個部分我們來畫像圖 要把IA、IL還有EA找出來 好 那我們就來計算了 15匹馬力對不對 1匹馬力等於幾瓦 750左右嘛 746 所以15乘以0.746 所以11.19 好 這個是輸出 輸出的功率是機械功率還是電功率啊 機械功率嘛 因為這是什麼 馬達嘛 了解 畫像圖畫的那些量 都是電的量還是機械的量 電的量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畫這個像圖 要得到這些電的量 我一定要把電功率這邊先算一算嘛 電功率是輸出功率還是輸出功率 輸出功率 輸出功率 輸出功率跟輸出功率有什麼關係 你要把輸出加上什麼東西才會得到輸入 損耗嘛 所以機械的鐵損銅損 因為忽略掉電阻所以沒有銅損 所以輸入是16.69 所以輸入這麼多電 了解 那我覺得這個 這邊給你208V 代表輸入的電壓是 像電壓是多少 DATA連接 輸入像電壓是多少 DATA連接的話 像電壓就是什麼 限電壓 限電壓 所以輸入電壓是208V 那電流會多少 電流會多少 你就看功率嘛 三倍的向電壓乘以向電流 乘以功率角 是不是 了解 那這邊計算出來的 你看你要是用像的角度來看 還是用線的角度來看 用線的角度來看的話 這邊就有個根耗三的因子在這裡 計算功率的時候 限電壓限電流乘以根耗三乘以口三的c 就會得到功率 了解 如果是向電壓的話 向電流要乘以3 好 這裡可以計算出來 限電流是47.5A 那 向電流要除以根耗三 27.4 還有一個 因為是領先嘛 題目給你0.8 所以是36.87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這裡像圖可不可以畫了 輸入電壓是V5對不對 對不對 電流咧 向電流27.4 角度是36.87 OK 那同步電量有沒有給你 好像是0點多少 2.5嘛 可以 所以你就把這個電流長度乘以2.5 然後轉幾度 90度畫過來 這個就是 同步電抗上面的相電壓 所以 36.87再加90度 那之後再畫 從原點畫到這個 電抗相電壓的7點 得到的就是什麼 這是什麼 它的感應電動式 有沒有問題 所以這是它的相圖 這一個 同步馬達的相圖 來 那再來下一題是什麼 假設負載增加到30匹馬力 重新畫像圖 本來15匹馬 對不對 那現在增加到30匹馬 那所以這個 負載的需要的負載功率增加的話 這個EA會怎麼走 會怎麼改變 剛剛講的會怎麼樣 往下對不對 那從15匹變成30匹的話 這邊投影會有什麼改變 蛤 乘以二錯 為什麼 為什麼錯 為什麼錯 負載從15變成30 那為什麼不能垂直投影直接乘以二 為什麼 還有損失 因為15變成30是都是輸出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這邊講的是電的嘛 是輸入對不對 所以我還要再把 這個 損耗把它加進去 所以 我們這邊要再重新做一次計算 30再加上這個損耗 24.88 那你可以再重新來算這個 它的它的 它的Δ的角度 所以Δ的角度是 你可以用剛剛有列的公式 23度 那原來是幾度 原來是12.4 原來是12.4度 那增加負載之後 它就變成23度 所以我們把這個東西轉下來 然後像圖再畫一次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電流了 有沒有問題 你看是要從負數的 運算的角度來解這個問題 或是從像圖 用幾何的方式來解這個問題 所以負載增加 這個I會增加 而且會落後的越來越多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這一類的問題會解 所以 同步馬達的負載增加 你所需要的電流會增加 然後呢 它功率因子會變得比較落後 那這個圖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另外一種情形 就是磁場電流在改變 我改變磁場電流 那功率維持一定 對應 假設原來在這裡 EA1 然後對應的是IA1 落後的 因為負載很大 所以功率角是落後 那我改變磁場電流 所以EA的長度就會變了 可是隨時投影 還有這邊水平投影都要怎麼樣 都要一樣 那在這種情形 為了要維持投影一樣 隨時投影一樣 然後EA就要怎麼樣 EA變長了 它就要轉上來 所以Δ角變小了 那這邊功率小了也會轉上去 因為 因為這個 同步電開的向電壓也開始轉 可以嗎 所以它就轉上去 所以就從 這個EA越來越增加的話 它的這個 功率因子呢 就從落後一直怎麼樣 領先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好 那根據這個現象 如果我來畫一個圖 這邊是IF 這邊是IA 那在固定的功率之下 AA對IF的圖 會長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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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可能性 可能長這樣子 長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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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DE 有沒有可能 市場電流增加 它也增加 有嗎 市場電流增加 它也增加的話 只有在這個區域嘛 對不對 這邊轉上去 然後增加 對不對 可是在這邊是 在下半部是變什麼 是變小的嘛 對 沒有 這個有沒有可能 不可能 不變 也不可能 這個是什麼 變小 變小只有在 一剛開始 對不對 對 不可能 我們先看這個 這個有沒有可能 先變大再變小 不可能 對不對 所以這個答案是什麼 所以 會長這樣子 所以 IA對IF的做圖呢 會長這樣子 好 P等於P1 了解 了解 那 最小值 發生的點 在固定功率之下 電流最小的時候 是 有什麼特殊的意義 這時候功率角是什麼 零 對不對 對不對 那 這邊 所以這點功率角 這邊 左邊的功率角 是落後來領先 落後嘛 從落後一直轉上去 它會變得越來越小嘛 對不對 那這邊是什麼 領先 所以這邊是C的 小於0 這邊是C的 大於0 這邊是C的 大於0 很於0 了解 了解 那如果這個功率變大一點的話 這個曲線會怎麼跑 比如說 P等於P2 到於P1 這時候線會怎麼樣 會怎麼跑 往上 因為電流一定要增加嘛 對 往上 可以 如果我們都把最低點都把它連起來的話 最低點就是對應的就是功率角等於0的 磁場電流跟這個IA 了解 所以如果旅人來操作在這裡 那我可以透過調整磁場電流把它 拉到這裡來 從落後變成領先 那落後的話 功率角落後它是 消耗虛功率還是 還是釋放虛功率 對不對 它本來從 消耗 拉到這裡來 石功率有沒有變 沒有變 可是它就變成提供虛功率 了解 提供虛功率給誰 給其他的電動機 電動機 其他電動機需要 它需要吸土 吸土 我把它拉到這裡來 就可以打到說 別人在吸的時候 他在幹嘛 土 對不對 所以就不用從台電那邊來 供應了 它當地就解決了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 這個黑板上畫的 這個是它的 同步電動機的V曲線 有什麼叫V曲線 因為長得像V V curve 那這幾點是發生在 功率角等於0 或是功率因子等於1的地方 所以這句話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 當磁場電流比造成IA最小值 之磁場電流還要大 電速電流是領先 這句話什麼意思 磁場電流比造成IA最小值的磁場 有什麼 能不能寫中文就有點怪怪 那意思是說 譬如說操作在這裡 操作在這一條曲線 功率是這麼大 那 它最小值 的電流 如果磁場電流比這個值還要大的話 它的操作就是在什麼 領先嘛 是領先 所以 磁場電流要會超過一個0介值 功率角才會變成0先 0介值就是從它的最低點這邊去找 那這時候它就會供應虛功率 就像一個電容器 所以控制磁場電流可以控制電力系統 所消耗或提供的虛功率 所以如果 如果這個EA的長度 比V5的長度還要短的話 各位想一下 如果這個EA比V5的長度還要短 我說在這種情形呢 功率角一定是落後的 為什麼 你的感應電動式的大小 比 這個V5 輸入電壓的大小 還要小的話 功率一定是落後的 為什麼 因為 這時候這個向量 這個電抗的 像電壓 角度 一定介於0到90度 對不對 這個比較長 這個比較短嘛 然後這個東西落後它了嘛 這個一定介於 0到90度嘛 對不對 0到90度 你再往下轉90度的話 得到電流 電流角度一定是小於0的嘛 0到90度的東西 減到90度 一定是小於0的嘛 所以 EA如果太短的話 功率角是落後的 EA為什麼會短 當然 短數要一定啦 同步馬達 EA為什麼會短 基值 太多還是太少 太少 可以嗎 所以基值不夠多的話 叫做Under Excited 欠基值 基值太少的話 這時候公里角是落後的 會把基值變強 讓轉子的磁場變得很強 一下子就產生很大的感應電動物質 那感應電動物質就多於你的輸入電壓 這時候就可以變成什麼 就領向位領先 或是電容的效應出來 了解 了解 一般我們在控制馬達的時候 我們不喜歡感應電動式 為什麼不喜歡感應電動式 因為感應電動式會把你的輸入電壓吃掉 你會越來越少 剩下才會得到電流嘛 感應電動式會越大 你的電流就會越 越小對不對 了解 可是在同步馬達 因為整個是在交流 不是 剛剛那個想像是直流馬達的想像 可以嗎 在交流的情形之下 這個 如果 過基值 基值很強 EA長度很長的話 這時候向位角就變成領先了 他就提供虛攻率 他表現就像是電容 電容效應會比較強 這叫做過基值 所以如果期末考出是非題 這個 限基值的情形之下 會提供虛攻率 這樣圈台差 差嘛 對不對 好 好 那 這個部分的內容 各位回去再稍微想一下 我們下一次上課再來 看這個立體 我們下一次大概再畫一堂課 就可以把同步馬達講完 我們就進入感應機 好 今天上課上到這裡 我們下一次 這張議員 好 我們下一次